所以我们这见面不是四日已过 我们是好几个月已过了 修行人 一分时光一分命光 我们得要争分夺秒 得要情修敬业 我们得要积累好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 这个要提早早一点办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带得走的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什么 花在带不走的东西上面 所以我们要 老和尚常常跟我们说 要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 这看破两个字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看清楚人生的真相了 从哪里看呢 从人生的最后一刻看 大家有没有看过人生最后一刻 有没有 自己的还没有 有人有看过 他又回魂 这个叫冰死经验 这个记录很多 有一个女的 断气 在医院里面 一断气 她灵魂出来了 结果她的小叔 本来要出国旅游 结果就接到她哥哥打电话来 你嫂嫂往生 她心里就想 怎么这个时候往生 她还起了这些念头 她的嫂嫂的神事就在她旁边 后来她嫂嫂回魂了 回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就跟她说 我刚刚知道 你说我怎么这个时候走 爱你不能出国 她小叔很不好意思 这个身体不是我 灵魂 更有智慧的灵性 佛性才是我 你看人有认知不同的程度 你假如认这个臭皮囊是我 那就麻烦了 你就会为这个臭皮囊 做牛做马 每天得招待她了 是吧 她那里不舒服 你就要赶快去给她处理了 甚至为了她 还进补 进补呢 还野生动物 你看为了她造了多少地狱业 你说止还是不止 所以佛门首先要破身见 不能误会这个身体是我 这个身体是我的一个工具 刚好这个神事投在这个身体里面 要借假修真 这个身体是假的 因缘和合 一口气不来 她就用不了了 我看你们的眼神都比较没有经验 确实是这样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你们有曾经看过人家灵中最后一口气 有的请举手 我也有 我的爷爷 他最后一口气 我是亲眼看到 我就知道 陈宇三长两短 为什么叫三长两短 他吐了三口很长的气 吸都吸很短 那个气就吐完了 所以第三口吐完之后吸不起来了 就走了 所以四十二章经 佛问弟子 生命有多长 有弟子说了 几十年吧 我说你还不知道 又有一个学生说了 生命在吃一顿饭之间 很短了 我说你还不知道 最后有一个学生说 生命在呼吸之间 你们有没有听过吸呼之间 没有 呼吸之间 为什么呼出去吸不起来 就走了 所以 这个 这个身体 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 都不会坏 叫真的 真的要去极乐世界 才有真的身 止磨真净色身 跟阿弥陀佛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无量受 不会坏 大家要不要换这样的身体 要 每天保养品 不要用太多 你太执着这个身体了 这个清净朴素就好了 而且在洗澡的时候 也是修行 你在那搓 你看每天还有那么多污垢 九孔 常出 不洁之物 这个身体 不是很干净 我去换阿弥陀佛 那个身体 所以你每一次洗澡 你就想着 我要赶快去换身体了 你就不会留恨 你就不会留恋这个身 也不会留恋这一世 这一世是过客 哪里是故乡 不是马六甲是故乡 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安稳的故乡 那戒甲 戒这个身体 甲的 它可能就几十年的应援 戒甲修真 恢复我们的真心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我们前面 一起学习了好几次 主要内容是什么 诸位同修 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 我们探讨了好几次 最重要恢复什么 真诚 然后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给我们每一个词 都解释得很深入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佛就是教我们 恢复真心 老儿上怕我们 不容易体会真心 用这个五心 让我们好 关照自己的心 跟这五心要相应 跟五心一相应 那你做什么事都是功德 你是用真心做 有功德 你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积极功雅 这个是往生的资粮 正助双修 正修是念佛 助修就是断恶修善 积极功练的 工作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连应酬都是功德 为什么应酬是功德 你去跟人家解法缘 那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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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世带人皆悟 没有一样不是功德 大作梦中佛事 心见水月道场 道场在哪里 你跟人家应酬的 那一个桌子 就是到这 你跟人家聊啊 聊啊 现在啊 没有修行的人 我们不能说 他要学佛教了 他才会觉悟 他只要是正信的宗教 他才懂得怎么处事 怎么做人 不然呢 都会迷惑 很多人生的情况 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人是 心有千千结啊 诸位同修 你心上有没有结 我看得出来 看你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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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看这里就 好几条 或者一条很深 还有 你脸上 没有喜气 有忧涩 怎么会看不出来 修行人最终要看自己要看清楚 每天起来 第一件事是什么事 刷牙洗脸 照镜子 是吧 你照镜子 你就看到了自己的状况了 一看 一看 佛门第一堂课 没有修好 佛门第一堂课 教我们这一堂课的教授你们认识吗 哇 第一堂课你们都不认识啊 那要留几啊 第一堂课是弥勒菩萨上的 有没有 我们进三门 天王殿 一进去 看到弥勒菩萨坐在正中间 他肚子很大 大肚能容 笑口 常开 这第一堂课嘛 第一堂课上不好 能不能上第二堂课 一年级没有毕业 能不能上二年级 不行哦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 面上无称 供养菩 你脸上没有称心啊 你已经在给人家做供养了 因为你的亲戚朋友啊 有缘的人一看到你 这个人笑眉眉 笑眉眉你们听不懂 听有啦 听有你们的标准也要欢迎一下 哇 就是我说 对一国的依言起来 来到麻烈教我还可以 讲讲闽南话 结我思乡之丑 是吧 你们 我都笑眉眉 你们都 还是你们入定了啊 现在是听经 不是打坐啊 不要搞错了啊 法不能用错啊 现在听经 你们有听懂 要回应一下 要feedback一下 你看 你 这个 笑脸隐忍 人家看到就欢喜了 这有没有供养 对啊 面上无称心 供养菊 口里无称 出妙香 我们没有情绪 没有称心啊 都是欢喜心啊 你讲出来的话 出妙香啊 看到人就是 赞叹人家的优点 肯定人家的付出 这个就是 普贤行 普贤行 第一个 礼敬诸佛 谁是诸佛 每一个众生都是佛 大家相不相信 一切众生都是佛 你假如相信了 那你看每一个人 你不会给他脸色看 是吧 佛 阿弥陀佛 对啊 那你就会礼敬了 所以佛开悟的第一句话 很重要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相 你相信了 你就不会糟蹋自己了 会自爱了 哎呀 我是佛呢 我现在还在这里堕落 太辜负自己了 你就自立自强 哎 你相信这一句话 你会爱人了 性为道元公则母 你相信了 哇 你就会有 很多 善根会流出来了 你相信自己了 你就不会再糟蹋自己了 你每一天都会很努力的 爱自己 提升自己 尊重自己的佛性 那你也会相信别人是佛啊 那你也会尊重别人 也会爱护别人 绝不会轻视任何人 这就理性了 你相信他是佛啦 你会容易看他的优点 你假如怀疑一个人 或者对他有成见了 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 你会盯着他的缺点看 所以佛这句话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之会得相 我们会爱敬众生呢 下一句也很重要哦 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胜德 虽然众生都有佛性呢 可是他现在被妄想分别执着 障碍住了 佛的无量的智慧得能用不出来啦 做一个比喻啊 他们家都是金矿啦 结果他现在去当乞丐啦 你会怎么做 我这一题这么难嘛 他们家底下就是金矿啊 现在他去做乞丐 我们会怎么做 你们不会去挖他的金矿吧 不用挖你也有 这比喻嘛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智慧得相啊 这比喻你的无量的财富啦 可是你不知道啊 你现在去做乞丐啦 每一个人都有金矿 当你知道你有金矿啦 他也有金矿 结果他去做乞丐 你一定会去告诉他 你赶快回去挖金矿啦 干嘛过这种苦日子呢 这个就是自爱啦 这个就是爱人啦 不忍心看人呢 陷在烦恼痛苦里面 就好像脑和上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吧 那你看他每一天讲经说法 希望跟他有缘的弟子们 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 不忍心看我们在轮回啦 在痛苦啦 所以 现在的人呢 没有闻正法的话 没有闻佛法 心有千千解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们家那一本经好不好念 不好念哦 念成念头 哎呀好难念哦 转个念头 下辈子不来投胎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还是转成 觉悟啊 菩提心 你求生敬主了 没关系 这一生 该敬的本分敬好 接下来 我看不少人都是秋天 还有人冬天 咬紧牙关 此生正无量受 值不值得 接下来很短啊 拼这个啊 哇 很划算啊 很值得了 当然了 咬紧牙关哦 不用咬很久了 我们一想 我要咬到死啊 不用了 你真的 好好听老二上的话 咬三年五年啊 就差不多了啊 你好好练啊 比方说老二上说的 念念为他人着想 练这个功夫好不好 哇 你练他三年五年啊 就练成了 你就不苦了 你会有笑容啊 为什么 人的烦恼从那里来 贪不到就痛苦了 你都没有自己了 你就没有我贪了 你没有我贪就没有我撑了 人为什么生气 你要的 他没给你 你希望他给你讲好话 结果他给你吐槽 你就不高兴了 不顺己意了 就容易撑了 所以这个要体会明白 我们不要再讲说 都是他惹我生气的 这是外行话 学佛不能讲这种外行话 本来无一物 何处的尘埃 明明是我们自己 颠倒了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自己的心动了 我们假如有修养 也不会被他激怒吗 人家弥勒菩萨 今天弥勒菩萨 特别加持我们 人家弥勒菩萨说 剃脱在面上 人家给他吐口水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 你去擦 那个手举起来 要消耗卡路里 是不是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因为他给你吐口水 是他很对你生气 你这个手举起来擦 他以为你要打他 他就打起来了 你是擦都不用擦 他说 这个人定功很好 所以最后被你感动了 说不定 你有修养 他没有办法让你生气 我们再举现代版的菩萨 海贤老和尚 真的贤功 人家给他收电费收多了 他稍微问一句 那可能给他两个耳光 然后我骂他 然后他说 旁边的弟子都有一点忍不住了 你看他 他都没生气 他说打我两个耳光 算给我烧痒 一脸唾沫 算给我洗脸 人家会转念 转静 念头一转 境界就转 你会转念的人 可以让你气得快要 高血压的 你可以变成笑脸对他 你们相信吗 快要把我气成高血压的 我可以马上变笑脸对他 念头 我们一向外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着在向上 你假如念头一转 向内 佛法是内学哦 向内 我怎么又生气了 我怎么还有这个称心呢 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是他提醒我 我还有称心 谢谢他 你本来气得钥匙的 一转念 谢谢他提醒 他是来成就我的道业的 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生命中 都是来成就我们道业的 你相信吗 相信你就是善财童子啦 大家要不要当善财童子 要当喔 要当才可以回故乡喔 回故乡是当生成佛 往生就原正三不退啦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就是当生成就啦 当生成就的人 看起来有没有当生成就的气质 有没有 有啦 是不是 你看一个人快要升官的时候啊 他的额头都发亮 他的运势到了 你看一个人 不好的事快到的时候啊 算命的时候你硬堂发黑啊 都有征兆的啊 你不会看一个人 每天在那里气得钥匙 明天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我看不大可能吧 他要往生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修得不错 人家怎么骂他 阿密斗魂 他 他不会生气了 他世间啊 放得下了 用现在科学讲啊 叫频道啊 接上去了 大家都有看电视的经验 有一个遥控器啊 控制频道 一按 一幕出来了 你们要按哪一个频道 48频道 要跟48院 要接好了 不能接到三二道 贪心会接恶鬼到我 称恨心接地狱到我 鱼痴接畜生到我 所以亲近心 接佛净土了 亲近佛土进 我们念佛人 心要越来越亲近 亲近到一定程度了 世间呢 都不会让你动心了 你的极乐世界的 possible 那个护照就办好了 你拿到这本护照 心安不安 比较安 不要每天在那里担心 我能不能往生 不要乱担心 老实念 佛是同体大悲啊 我们真想去啊 阿弥陀佛他老人家 没有不来接的 佛菩萨 灵恋爱护我们 胜过父母 我爱如等 胜于父母念之 只要我们肯回头 父母没有不 拥抱我们的 更何况是佛菩萨 所以不要怀疑 不要担忧 要有信心 你们要有信心的眼神 回给我嘛 feedback一下 我讲完要有信心 这样我说不下去了 我们这个姻缘 要互相加持一下嘛 我要有信心 你看 我越讲越有力气了 互相成就的 好凶好凶 那刚刚跟大家提了 应酬也是功德 现在兴有千千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应酬遇到的这些朋友 同事不也是个缘吗 你不要一开口 我跟你讲 你很佛 我说我还不想死 他又没有认识佛法 真的呢 不认识佛法的人 他也会接触 然后他会自己有想法 我见过老人家 你一给他放阿弥陀 我还没死 他误会了 因为他看到的好像都是要死的人 然后在那里放给他念佛 他就以为 那个就是要死了 所以你不清楚他对佛法有没有误解 这个时候你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关心他 慈悲为本 大臣佛法 大臣佛法 慈悲为本 方便 为门 要有善巧方便 出言顺人心 你要先了解他的情况 你才好把佛法介绍给他 而且呢 介绍给他呢 要不落痕迹 因为有时候他已经对佛法有 成见了 误会了 你一下子都用佛教的名词 就把他那个 成见怎么样 掉出来了 你可以把佛教的名词都放下 你看试色法 你就不要讲这些名词 布施老儿上说 多请客多送礼 对啊 中秋节快到了 教师节也快到了 你孩子 以前对他很照顾的老师 诗道啊 你把孝道诗道 种在你孩子的心田里 他这一辈子就OK了 这两个根基种下去了 这个孩子就 善根就开始自己扎 大家相信吗 你看他孝根一扎下去了 身有伤 宜亲忧 他去读大学 你不用担心了 他没有扎好啊 你就要操心了 他去读大学就 University 有我玩四年了 常常三更半夜睡觉就麻烦了 四年读下来把身体都搞垮了 马来西亚大学读三年还是四年 有三年也有四年了 得有伤 宜亲修 所以他会注意自己的言行 品性 我不能给我父母丢脸 还有羞耻性 这两个根基很重要 他有尊师重道 老师上课他专心听了 老师给他讲的做人道理 他有放在心上 他不会变坏的 好 那 这个关心他的身心状况 我跟大家提过 19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20世纪最严重的是癌症 21世纪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 那怎么医啊 心病要怎么医 心要医啊 理得心才会安 他假如不明白道理 越心 越心越忧郁症 忧郁症你们听得懂 对啊 他不明白 他一看 我那个同学 以前成绩还比我差 读书也没有我用功 现在赚的比我多那么多 他会不会忧郁症 他铁定的 这一件也郁闷 那一件也郁闷 十件 二十件 会不会生病 会啊 我听说啊 现在连小学生都忧郁了 其实啊 都是缺爱 缺爱 以前大家庭啊 以前社会啊 很有伦理 家庭很团结 社会人情味很多 现在哇 住高楼大厦的 连旁边那个 哪一户人家不知道 我们以前住大楼啊 我们隔壁啊 常常换 真的不知道现在住谁啊 而且你在大楼啊 有时候你去跟人家 你好 他那个眼神有一点 不理 不是很理你啊 我们也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在电梯里 你好 看他没什么回应啊 我们也不肯 我们也得看情况啊 现在亲情 弱了 人情未弱了 人啊 就会比较 没有得到温暖 没有得到温暖的人 有没有信心 比较没信心 人一没有信心 他遇什么事都会担忧 所以一个孩子在家庭成长当中有满满的爱 你看他的眼神都是亮的 他看什么事乐观 天塌下来 我有父母兄弟姐妹满满的爱 他不担忧 在座有没有学校老师的 有哦 大家注意看 你看他假如 父母离异了 或者父母啊 忙的都没怎么照顾到他了 那个孩子有没有信心 他可能成长过程 他很需要父母的时候 父母都没有在身边 其实啊 这个哪怕是离异了 只要啊 这一对夫妻啊 用很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那他的孩子也不会受伤 是吧 怕的是什么 互相攻击对方 然后都讲给孩子听 那是他最痛苦的事情 我们人真的要冷静啊 讲话不能带着情绪啊 带着对立啊 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心灵 你讲给别人听 你只要是讲情绪的话 都会污染亲戚朋友 你讲话要心平气和 才能讲话 心不平气不和 怎么办 闭嘴 念佛 不然就照业啊 你只要生气的 一讲话就是照轮回业了 随缘消就业 不再照新疆啊 不能再照三恶道的新疆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啊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 断二修三 积功雷德 你用真心了 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通通都是积功雷的 过这种日子好啊 上班叫行菩萨道 回家行菩萨道 进厨房行菩萨道 进厨房啊 不要边煮边 不敢玩啊 这个会有毒素 摻到菜里面去啊 这样会造罪业啊 所以厨房也是到场 煮菜的时候 哇 煮给几尊佛吃啊 哇 你那个菜都有加持啊 你这个心念就是普贤型啊 加持 特别好吃啊 所以圣人 佛菩萨跟凡夫是什么 一念之间的 你用真心 还是用忘心 没有差很多啊 就差这个念头而已 我们是照轮回业 还是行菩萨道 就是我们一念之间了 这个要想清楚 想清楚的 看清楚的 不干傻事的哦 我有一秒钟 一分钟 我念阿弥陀佛 这一念 真心念一句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我这一念拿去骂人 就照地狱的音了 音念差好多哦 所以这都是要看清楚哦 一念的差别 刚刚跟大家说要看清楚 人生的最后一刻啊 最后一刻 双手双手双脚一摊 这个头也会歪一下 是吧 走了 这一幕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什么 看清楚 身体也带不走 身外之物呢 更不用说了 那假如我们 那假如我们 几十年所努力的 都是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啊 那你不是很冤枉吗 是吧 而且你带不走的东西太多哦 会不会障碍你往生 哎呦 你在那里想 哎呦 我车子有五部车啊 咋办啊 咋办啊 哇 你那个佛都念不起来了 哦 你假如只有一步啊 而且已经过 过给儿子了哦 你都不用操心这些事啊 哎 真正知道随时做好准备的哦 都会把这些赶快安排好了 不要在那里挂着一些心啊 这个叫累赘啊 看清楚哦 你这些带不走的东西越多啊 你的心越有负担 所以生活要越过越简单 你的心才不会有负担 所以我们要努力带着走的 然后呢 你有智慧还会留 留得下来的 什么东西留得下来 钱吗 你要把钱这个字看清楚 这个字怎么写 左边一个金是吧 右边两支刀 刀割啊 代表什么 钱留越多 谁会打架 兄弟友 或者单位的人哦 会打哦 你看连我们出家人哦 假如留太多哦 走的时候哇 徒弟打架了哦 有没有 你要当师父 也要有智慧哦 不然你看 你本来是为他们好 最后让他们打架了 所以林哲徐先生 这个有智慧的读书人 他说留书与子孙 子孙未必会赌啊 留金与子孙 子孙未必会守啊 不如于冥冥中留英德啊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啊 大家看孔子留什么 孔子很穷啊 留了什么 英德 辟应了他后代两千多年 我们遇到 请问你贵姓 我姓孔 我马上立正耶 孔子的后代啊 孔子对我们有恩啊 不能欺负他啊 不然对不起孔子 辟应后代啊 所以要积英德 这个是真正 可以辟应到子子孙孙的 台湾有企业家 留很多钱了 结果子孙增财产 三年 他的棺材都不能下葬 因为还没有分清楚 摆不平 所以要有智慧哦 不要留那个会 争 争端 争争吵的 留留得下来的 努力带着走的 你念佛的功德力 带着走 你用真心 激功累德 带着走 你的心 你的行为 跟普贤 十愿相应 都带着走 普贤行愿品 有讲哦 你普贤行的功德啊 这个普贤行愿品啊 华言经都有讲 你临终了 你的眷属 你的房子 你是国王 这些大臣呢 宫殿 你都带不走了 你的身体也开始坏了 就带不走了 普贤行的功德力 会带你去极乐世界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普贤行 我们认真探讨 这都是带着走的 人生啊 轻重缓急啊 什么重要 什么最着急啊 要分辨得出来 不然我们都忙在那些不重要的 事情上面去了 好 那我们 前面学习了 用真心 老师上说的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确 慈悲 那你发了这样的真心 这五心都是菩提心 你有这个心 会不会有行为 有啊 你有关怀人的心 你就会有关怀他的言语 很自然了 就出来了 关怀他的行为出来了 你关心他 晚上比较凉啊 你就会拿个博外套 给他穿上了 那接下来 老阿尚说 菩提心啊 不是说说而已了 落实了 那老阿尚 那老阿尚慈悲哦 从 《大藏经》 当中啊 选了五个行门 这五个行门啊 就包含 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教诲了 有一个成语叫 刚举 木章 你把钢领举起来了 所有的木都跟着上来了 我们刚过完端午节 我们看那个种子就几条线 有没有 一拉 整个拉上来了 那个钢你掌握住了 这五个是钢 哪五个呢 三辅 六合 三学 六度 普贤 行愿 我们前面学习的三辅 老和尚讲了 修学的基础是三辅 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 你们都放下了 放下烦恼 教诲要放在心中 三辅 第一辅 仁天辅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差 修食善业 我们努力去做 这第一辅 我们就是标准的 善男子 善女人 阿弥陀经里面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是当机者 第二辅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 威仪 你看三规 精神就是规 自信 觉正境 我们就随顺 觉正境 不学顺 烦恼习气 不随顺 情绪 这个是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威仪 不犯威仪 就是我们一举一动 给家人 给团体做榜样 第三符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这个因果是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读诵大臣 读大臣经 尤其读这一部 无量寿经 还有五经一论 但是现在人家庭 工作的责任很重 时间没有古人那么多 所以夏连居老居 是非常慈悲 他编了一个 静修 节药 他很简洁 因为只有三十二段经文 但是把 五经一论重要的 他把它都掌握住了 念一遍 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而且 这三十二拜 叫五念简刻 你在做这个 静修节药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礼拜 礼拜功德很大 礼佛一拜 灭罪 沙河 灭我们的罪业 我们要往生的人 要紧防 业力发动 临终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业力陷阱就麻烦了 所以业要好好去修行 把它削掉 削罪业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个拜佛就是削业障 很好的方法 所以老和尚曾经有提过 他跟着灿云法师 那时候一天拜多少 八百拜 那一段时间拜了十几万拜 对他后来修行帮助很大 为什么 业障消 那学习就没有障碍了 有业障的时候 一读经就梦到着共 就开始打瞌睡了 那个都是业 要把它削掉 业消至 业消掉了 人会清明 听经也比较容易 听明白 有误触 再来 就是要调伏 你对世间的爱 求 求取的心 你哪个人事物放不下 就是障碍了 你不是临终的时候才放下 你现在放不下 临终能放下 不大可能 你现在人这么清醒 你就不愿意放了 更何况临终 更放不下了 强者先迁 最强的那个力量 会把你给扯走 所以常常问自己 还有没有放不下的人 事物 有的话赶快下功夫了 你们家有没有收集古董 very dangerous 你收集太多这些东西 哎呀 笑命命 你到时候就被它给拉住了 连我们出家的人不能 我爱死这一本经书了 到时候你就到藏经楼去投胎了 是不是 听说只剩那一本了 放在心上放不下 临终刚好被他拉过去了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了 所以这个贪爱越来越淡 不要跟自己做佛的因缘过不去 拜托拜托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发不地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这十一条 前面十条都是修自己 第十一条 劝尽行者 利益他人 所以不要急着去 要去度众生 要把时间精力先花在哪里 提升自己 我看我们现在都是把时间 他怎么这样 他怎么那样 他也不认真一点 他怎么常常发脾气 你怎么管别人管那么多 要问自己 我还会不会发脾气 我们刚刚说 善才童子 只有自己是学生 那个发脾气的也是老师 他提醒我们 见仁恶 即什么 内心 要向内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常常说 莫向外求 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 莫向外求 我们的心只要看向外面了 会怎么样 见仁过 深烦恼 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 只要我现在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就是你深烦恼 就是我们怎么样 向外 见人家过 一定是这样的 没有向外 不容易深烦恼 所以六祖大师提醒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见过 我讲完这一句 你心里不要说 你心里不要说 好难 你假如觉得很难 你就入不了佛门 真正的障碍 不是这件事 事事无碍 这是真相 真正障碍在哪 在自己的念头 在自己的念头 你觉得好难哦 这个念头才是真正的障碍 今天看清楚了没有 你肯见人恶及内省就不难了 我们现在是难在依教奉行 不是这一件事很难 我们都把责任推得很干净 这太难了 其实是自己的念头 真难了 这些念头都是假的 分别之所都是假的 我们把它当真了 它就一直障碍我们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 我改不了了 这种念头 就障碍自己了 所以修行人首先要认识真心 认识自己的真心 不要认贼做父 我们的真心 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了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本不生命 不会死 所以这一句听懂了 不怕死了 没有死 本不生命 本质具足 你真正相信这一句 本质具足 你不会自卑了 不会没信心了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所以认识真心了 我觉得佛菩萨不会骗我 我还有这么一点点善根 所以我本来没信心了 但是老儿上讲 释迦摩尼佛说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我也是众生 我也有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我本来中文最差的 我现在相信了 我有如来智慧得相 我肯去用功 我还是可以进步的 我心里面这个障碍就去掉了 不然我以前一看到文英文 我头就开始胀了 因为你落了以前的印象了 哎呀好难哦 哎呀学这个很痛苦啊 怎么孔子说学恶实习师 不义悦夫啊 我怎么觉得不义苦夫啊 你看你没有好的老师指引啊 你根本就产生误会了 遇到老和尚了 哎呦这文英文宝贝啊 五千年的智慧啊 我们要赶快跟他接上了 我们用五千年的智慧来经营人生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远 你看我讲到这里都挺高兴的 你们怎么都没有笑容 你们不肯站上来是吧 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听经的时候 随文入观啊 哎 应该我讲了笑的时候 你们都要笑啊 不然我会觉得 我是不是讲的有点问题 怎么我笑了你们都不笑 我们要同频共振嘛 是吧 对啊 同一个频率了 哦 我讲到流眼泪的时候 你也流下来了 这样才 起了 共鸣了 好 哦 哦 那 这个我们刚刚 提了这个 敬业三幅 你看最后一幅 劝敬行者 已经提醒我们了 我们一定要先把时间精力用在提升自己 前面有十条 最后是十一条 轻重缓急要 要摆正确 最重要的 要赶快的是提升自己 其实我们冷静的去想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没做好啊 你去想亲戚朋友 他有什么反应 他一定边听 你也没好我到哪里 还讲我 那你不是 你不是在那里白费力气吗 那我还是忍不住啊 那叫习气啊 喜欢讲别人的习气 几作用啊 所以刚刚 跟大家提到 我要认识真心 我不能认忘心 认烦恼贼 做我自己的 所以禅宗的一些公案啊 就是让我们认识真心的 很重要哦 你们应该都听过了 二主慧可大师 去见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啊 就等一个传人了 要把禅宗传下去 等了多少年了 九年 面壁九年 等到一个慧可 慧可大师啊 跪在雪地里 跪了好几天 很真心啊 达摩祖师 出禅定了 做了九年出来了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请教 慧可大师说 我的心不安 求大师为我安心 你们听故事的时候要 你们就是慧可大师啊 不是 我们要录那个故事里面啊 你看 这样看电影才会有收获啊 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是男主角 女主角 当然要看好的电影了 要看这些可以 觉悟的电影 你要入那个戏里面去 你看 达摩祖师说 你把心拿来 我帮你安 慧可大师回光返照 我怎么找不到这颗不安的心呢 找不到就是什么 假的 忘的 你为什么把他当真呢 你把他当真 他每天都折磨你了 你不把他当真呢 阿弥陀佛一提起来 他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是吧 比方说你生气了 哎呀 我怎么生气呢 赶快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专注念佛啊 这个生气就没了 会变的都是假的 你看我们的情绪 七上八下 变来变去 假的 不能当真 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认识真心 本质清静 本质具足 不要又认那个 忘心去了 不要认贼做父了 从今天开始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了凡视讯这句话很重要 你正念提起来的 邪念的忘念 根本 障碍不了你 当然了 可能有人就说了 这个道理我虽然知道 可是每一次我不想生气 还是生气了 那这里要强调一个重点 你不能遇到境界的时候 才开始念佛 这样你念佛的力量不够 什么时候开始念 随时 随地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你平常念佛 你的心就比较平静 你不念佛 你的心就会常常起伏 浮躁 你的心浮躁 你很容易就被一件事 给你激怒了 像烦恼 这一定的 可是你平常都是念佛 心比较平静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湖面很平静 旁边的树都印在湖面上 清清楚楚的 突然 有一个蝴蝶 停在那个 湖面上 泛起了涟漪 你看得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假如这个湖面波涛汹涌 你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你平常心很烦 你突然遇到人 要生气的时候 你也关照不到了 可是你平常是平静的 就好像那个湖面 那个蜻蜓 不是蝴蝶 蝴蝶会停在花上 蜻蜓 一停 那个灵异 你马上发现 所以当我们平常念佛 你一起情绪 稍微一起来 你就警觉到了 接下来你就 阿蜜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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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情绪就 浮 浮下去了 你就不会被境界转 用功 不是等境界来才用功 养兵千日 每天练兵 用在一时 用在境界来 我最容易生气的那个人 来了 你练功 力士练心 今天一定要过关 而且我们去观察自己 你会看到一个人 听他讲什么话 你就容易动火气 往往是你已经对人家 存在 成见 你把过去的事 放在心上 突然他讲了哪句话 调动了你前面的 database 调动了那个资料库 调出来了 你马上就火了 你又来了 所以要把资料库 delete 不要装一堆东西 用什么delete 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仓库就装阿弥陀佛 不要装这些垃圾 垃圾 不要装别人的 过去 你一装那些东西 你心就不清静 你对人也不可能真诚 不可能恭敬 要装啊 就装人家的优点 装人家对我的好 不好 不装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得了组的哦 老和尚有表演给我们看哦 你看那个有人拿那个录音带 老和尚 这个人骂你啊 老和尚 那个人走了 放垃圾笼里面去了 听都不听啊 只记人家的好 这个就是普言行啊 只记人家的好 一遇到了就表达感谢了 称赞如来 所以老和尚有讲过 最傻的人啊 就是把垃圾啊 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 这句法语你们听过没有 没有啊 今天听了哦 我有责任把老和尚的 妙法告诉大家哦 好 那从今天开始别干傻事了哦 不要跟自己哭不去啦 纯净纯善的心就装万德鸿名 装一切众生的好 那我们的人生就知恩报恩了 你都装人家的好啊 你就会去报这个恩德啦 人家就觉得 哇 这个学佛的人真讲情义啊 真讲恩义啊 那就生欢喜了 我们就是劝敬行者啦 就是为人演说啦 好 讲到这里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讲的哪一句话 实在有够难的呢 做不够 哦 或者呢 听没有清楚的也可以问 都可以举手问哦 不然我都变一言堂啊 哎 这个佛门是民主社会啊 哎 对啊 大家可以探讨商量 有的可以提出来哦 我们剩二十分钟哦 剩十五分钟 看看刚刚讲的大家消化了没有 不然大家消化不良回去哦 我有罪过啦 是吧 让你们的脾胃功能 受到影响 都没有问题哦 哇 你也很厉害呢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道理 你们全部都融会贯通了 阿弥陀佛 哈哈哈哈 全部融会贯通哦 我相信没啥可怜啦 哈哈 不大可能啦 主要是什么 主要我看我也没记得多少 哈哈 哦 你有记得还不清楚的可以问 啊 其实啊 大家有没有算过呢 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了 讲了多少个道理 几十个道理了 哎 听东西哦 听一遍就记住哦 不容易啊 可能我当问他有没有问题啊 脑中一片空白 当然没有问题了 一般来讲啊 但老阿上说 我们现在学习要听几遍 三十遍 你听没有那么多次啊 你记不住啊 记不住啊 你真正遇到境界用不用得出来 不一定用得出来的 不是我讲三十遍哦 老阿上讲的哦 所以大家假如啊 你去听老阿上讲经 你听一个小时 你觉得很有收获 你一定要多听几遍 而且你多听几遍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奇怪了 我听第二遍 哎 哎 哎 刚刚这一句话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明明我听过了 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重点 哇 你听第三第四啊 你都会有觉得哎 我怎么前面都漏掉了 哦 陈德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一这一段 是老阿上对净土法门的专题 开示 不到两个小时 我听了超过三百遍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听一直听 哇 听听听 本来觉得哇 这一集很重要 听到一个数之后啊 哇 这一段很重要 继续听 这一句很重要 最后这一个字很重要 哈哈 所以我们这个佛经与生啊 善知识老阿上他们的话是很深的 有时候你听的不够啊 把他听浅了 听浅了你就用的很浅 听深了你就可以用的很深很广 所以学东西啊 不再学的很多 学的很扎实 很深入 啊 建议大家啊 这一集要多听几遍 老阿上真的是 自制足迹啊 啊 这边年轻人比较少 啊 可能是年轻人啊 那 这个面对男女问题啊 老阿上里面都有讲 他说他爱你 听听点点头 假话 别当真 当真你麻烦就大了 啊 你他一花言巧语 你就心花怒放 你就再解难逃 你就不够冷静了 你要先看他是不是真正有真爱 真爱在哪 首先他爱他的父母啊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得 而且再讲的彻底一点啊 你想找爱情啊 你只有痛苦的份啊 讲白了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 一个人没有放下我职 他怎么随时都替你着想 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啊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你要去求一个 根本世间人做不到的事 你当然会痛苦啦 你找谁 谈爱情 找诸佛如来 就没错了 保证你满意 因为佛菩萨他的爱是 无缘大识 同体大悲 问耶 你这一生绝对 成就 好 你真的还是要谈 我也横顺众生 你去找一个菩萨来做对象 可以 对啊 有可能 你发愿了 我结婚就是行菩萨道 佛事门真 门中有求必应 你得 多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真的挺慈悲的 啥都管 找对象也管 要生儿女也管 送子观音 可是找对象这一点啊 我得补充一下 你找的对象呢 条件开清楚 不要到时候来了 你说哎呀 我希望 没戴眼镜的 他怎么戴眼镜呢 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我们有同修啊 他的太太就真的就是写啊 连戴眼镜都写上去了 后来一对全有 佛菩萨有愿啊 他不会欺骗我们的 但是哦 你得好好修自己哦 因为龙交龙啊 凤交凤啊 都是感应 你自己烦恼重生 你要去感一个 佛菩萨来 我看是 不容易啊 哎 所以你求当中要 如理如法 去求 你要提升你自己 那佛菩萨就会去安排 是吧 哦 老阿商有讲啊 有一个人要求电冰箱 都求不到啊 你要如理如法啊 你就一个人住还要 那个五十年轻人 你一个人住 还要买什么冰箱啊 那不是这个很想享受了吗 我怎么讲这里来了 这看看有没有年轻人哦 每一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 非常重要的抉择 你不学佛啊 你可能在这些重要抉择 你就没有智慧 去判断去抉择 好 哦 所以 虽然是两个小时 脑上这两个小时 我们都听几遍 好 那修学的基础是三复 待人依六合 人与人相处修六合径 从那里开始呢 从我们的家庭 到我们的团体 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地区 或者我们的国家 都要修六合径 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都不要造成家庭团体 社会国家的冲突 讲话要有这个态度 你不能吃饭了 一开口罵国家领导人 不妥当哦 不妨国主 不做国贼 这佛门的戒律哦 戒律很重要哦 戒定会三学哦 这个戒里面 五戒 不妄语 十善里面呢 嘴巴就占着四项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欺语 不恶口 念佛人啊 能把嘴巴守好啊 成佛一半呢 首先呢 嘴巴守得好啊 心不容易起烦恼 嘴巴不守好啊 一开口 火迹就 出来了 一讲 一批评止不下来了 你看又造了多少页了 所以能守住口啊 重要 所以无量寿经 身口一眼 佛讲 把口排第一了 善护口业 不积以他过 我们的心才能清净 佛法是内学哦 我们不往外看别人过又生气了 不着相了啊 往内 见能恶 及内心 往内 人就 心就能沉淀下来 心就能观照到自己的问题 往外很难 默向外求 向内求 好 好 好 所以 我们看到 师长讲了 第二个科目 是六合镜 六合镜是佛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 怎样相处 好 好 好 各位同修啊 你们跟人相处有没有遇到烦恼 有没有遇到瓶颈 有 趕快吃药了 哎 怎样相处 这个相处的问题不能解决啊 这个相处的问题不能解决啊 一定是没有符合六合镜的 好 好 好 所以啊 决定不能违背 违背六合镜的罪很重很重 什么罪呢 这个是从佛门讲 不守六合镜啊 那我们到道场里面去呢 那会破和和身 把道场破坏掉了 大家没信心呢 能我是非了 修不了道了 这样会障碍人家的法源呢 会堕阿比地狱 你说这个罪多重啊 但是多少人犯这个罪 他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如果劝他 他还瞪我们一眼 还恨我们 那有什么法子啊 那遇到这个情况 那遇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指合掌念阿弥陀佛啊 没有话好说 那缘不具足啊 你要提醒他 他反而瞪你一眼呢 不能攀缘了 先做好自己 他信任你了 你再提醒 哎 佛门讲随缘哦 不攀缘哦 我们很多的烦恼 从哪里来的 攀缘 缘不具足 你一提醒他 他不接受 他生气了 你就想狗咬屡动兵 你也生烦恼了 这个也不能攀缘 哎 这个事情条件 不够 你硬是要去做 结果没做成 要往前 不好往前 要退后也不好退 自找自找的了 这个都跟攀缘有关 所以人呢 要冷静 观察 缘分条件 具不具足 不可以攀缘 攀了缘 你生烦恼 对方也生烦恼 哦 所以弟子规说 是非疑 物轻弱 狗轻弱 进退错 哎 你们也要读一读弟子规哦 你们不能 孙儿 要退弟子规 孩子要退弟子规 哎 哎 教育身教排第一啊 你们不要只是 叫他们读啊 你们要带头啊 好 我们从小喜欢读书啊 都是父母 做给我们看了 他们没有要求我们啊 身教重要哦 你看这一句话 是非疑 事情 条件不够 不适宜 你不能答应人家哦 你答应了 麻烦了 你再给人家反悔 人家 就生气了 说你没性用了 好 应对进退啊 都是修养 这个都要学哦 学佛是 学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哦 学佛是马上可以用的 啊 学佛是你面对 当下的境界是清楚了 哎 我现在家庭是什么情况 我应该从哪里努力会改善 你不能每天 哎 没办法 这是面对境界不清楚哦 你只要有佛法 你只要有佛法就有办法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怕的是你的念头觉得 解决不了了 不可能了 这才是障碍 不然没有事不能解决 你们假如觉得有一件事真的不能解决 待会下课可以找我啊 没有不能解决了 病的再重都能解决 病入高方了 能不能解决 比较辛苦啊 这个我还得请教一下许会长 这个是医学专业哦 不能乱讲 你病的久啊 你只要用对药 他一定可以恢复的 只是时间久一点而已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首先大家要相信 你不相信你就不肯用方法 你就不肯吃药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但是呢 时间到了啊 因为我们才要讨论啊 人与人相处的问题 时间到了 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们回去好好听 老婆上讲得很清楚了 有请 好 谢谢 谢谢许会长 这个 佛法呢 谈的都是戒定会三学 我们要因戒啊 才能得定 用我们 敬主宗来讲啊 持戒啊 心才能清静 心静 佛处静 所以主师他们都会强调 要 持戒 念佛 所以念佛人不能忽略了 这个戒律 那我们熟悉的 要持五戒 不杀生 主师说的 主师说的 不恼害众生 那这个就很细了 你要很柔软哦 常常去替人家着想 他 其实我们常常脑害别人啊 这个恶 恶果 会不会回到自己身上 会的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而且我们不持戒啊 犯了这些错啊 他会产生业力 业力强了 身心不安 我们就说不妄语吧 你们观察一下 打妄语的人 心安不安定 你看他的眼睛都晃来晃去的 他在怕 我前面这样的妄语 有没有被谁发现了 有人发现了 他还要在想很多说法 要把他盖过去了 你说他的心怎么会安定 怎么会清静 不可能 所以持戒啊 才能定 才能得清静 这是念佛的人 不能疏忽的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 接下来三学就是戒定会 然后六合里面有戒和同修 我们再来跟大家再探讨啊 好 谢谢 会长 阿弥陀佛 这个感谢许会长提问 我今天有生意了 不然前面的生意不怎么好 都变成我一个人讲而已 好 谢谢 谢谢